下午 各位好大家好 我們又回來了 今天到了6點鐘 我們向左網的節目 接下來我們旁邊有我們的Benson 王偉哥 大家好 是 待會有阿長毛 待會會在議會走下來 繼續有我阿黃智希 黃智在這 旁邊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隔壁女士 阿惠蘭 替我們負責做這個首語翻譯 因為我們也有一些首語朋友在我們節目 也希望無論是健全的或者是新著的朋友 都能夠同樣分享到我們的看法 今天我們可以說是第一次在公民廣場做這個節目 其實很特別 因為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 其實真的是官逼民返的 我們陳先生來到 把咪高峰交給陳先生 毛主席也來了 大家好 我真是想下雨很大件事 為什麼沒有 天然還未 旁邊都在下雨 只是這裡沒有下雨 很簡單 第一次在這裡做向左望 希望得到大家這麼多人來看 我先多謝大家 第二就是記住 那個運動還未完 一天我們未完就有希望 是 我認為 凡事最重要 就是自己認為對的事 就應該盡力去做是嗎 是 堅持肚子 沒錯 不如今天我們說回甚麼題目 就是說回今早的事 今早的事 最精彩的行為 今早有五個事 我們剛才… 凝固了一位傢伙 是吧 也沒有的 沒有甚麼是否凝固 一個被凝固 一個自己拿到旁邊 對 很精彩 剛才凝固了就凝固了我們的蘇錦良局長 其實蘇局長…大家都知道 我今天在現場很有趣 黃定江就走去說話 就交個波給蘇局長 那我就是… 我說你搞下去吧 對 說自己是吧 別搞我 一個是民建聯的議員 一個是民建聯的局長 那怎麼辦呢 問題就是… 這個民建聯的議員就是… 小燕子選舉產生的 是 是吧 那… 他坐得在這裏 其實都是異數來的 即是說如果… 是大家… 一人一票選舉 他很大機會坐不到在這裏 這是第一 那就是… 有一個不應該出現的物體在這裏 那第二個蘇錦良也是的 大家記不記得 他是派卡片出名的 記不記得 卡片局長 是啦 就是… 做了這個副局長 他還未做局長 是… 是入境處拍卡片 是 入境處 人家說 喂 哥 那你請了甚麼人呢 是吧 他拍一張大支東西 拿了一張卡片出來 騷擾卡片 請過菲傲而已 不用加入他 所以他做騷擾卡片 那… 他又時來風送騰王國 真的時來運到 剛剛… 劉吳慧蘭呢 剛剛… 又… 說病… 說病了… 說病了… 一病他又升了局長 是找不到頂替他強行做局長 那他又… 真是救命了 那隻狼就吃了一隻豬 本來想著呢 就說他只剩下一點任期求 其實就頂住了 頂住了 那隻狼就吃了一隻豬 那隻狼是靠甚麼吃豬的呢 就是靠… 任戰聯嘛 是吧 那你說任戰聯是不是… 成家都… 全家都發達了 是吧 你…你…你…你今天在那個議會看就看到 是 是 即是說 今天… 很多… 政府的官員出來說的就是 哎…我們跟程序的 我們甚麼… 阿哥 第一樣東西最不公義的程序就是 就是選舉的制度 是啊 是不是啊 阿哥 所以… 今天阿多和蘇錦良在那裡說 喂…我們不宜介入 這個… 這個商業的糾紛的時候 根本就是發神經的 哈哈 是不是啊 喂 任何一樣東西 如果那個商業機構所做的東西 或者它… 是政府給它經營的那樣東西 或者政府要給一個特準的牌照給它做的東西 政府… 就算是不能夠收拾著手 收拾著腳 教著它怎樣做 都要… 是過問的 是不是呢 就是說喂 很簡單的嘛 如果九巴 或者鐵路公司 因為… 因為他們來控出現問題 沒有車打 或者… 那些車很疏 那你說政府要不要介入 搞個罷工應該很緊張 不要停用 如果罷工呢 我比起1985年 我就親力其境了 嗯 你當時這個地… 如果這裡年紀的方法 上下都記得 地鐵就出現大罷工的 是呀… 就是… 這個地鐵車務部的工會 他因為跟資方談判破裂 他出現罷工的嘛 那當時這個… 陳方… 政府就介入了 是呀… 又說喂 喂… 阿哥 我們會準備好那些車的了 大家不用怕呀 然後又… 譴責地鐵工會呀 是不是呀 喂… 這個是否介入呢 是呀 那時候陳方安心 那時候的報復證事 很高調 是呀 那時候叫做鐵盤會政策 我為甚麼是呀 因為我當時去示威 去九龍灣那個… 樓爺去示威 去示威那時候 那個… 陳志明那位女士 那時候都是… 當時有四幫人玩鞋 現在就已經高高在上了 是 二十多年前 他出來接那封信 很簡單 DL 是否私人的機構 是呀 他就是利用私人機構 來走法律 是嗎 沒錯 即是說一個醫生 他一變成商人 那就用一些廣告 去騙一些客戶 去接受一些 原本應該… 受到規管的 或者職業醫生 一定是的 那個場所 那個處所 應該是… 受到嚴格規管 即是說 如果你施手術 沒有理由 那個手術室那裡 醫生食證的 那些朱腸粉都放在旁邊 對 分分鐘放… 如果你過牆 就分分鐘放了一缺朱腸粉 你的甜醬和那些腸都混在一起 所以… DL 沒錯 是一個私人的企業 他經營的東西 一出了事 政府是不是介入 是不是高調介入 雖然他是做樣 都是高調介入的 是呀 好像Q仔說得對 這個亞洲電視 亞洲電視 還有澳運 是呀 澳運 有線和這個… Cable TV 和這個… CCTVB 和A TV 和Now 說不定數 他又加油 是呀 很積極呀 那時候 人天對他 拿完工 我們和你談判 香港人也可以看 澳運 我怕他是這樣說的 所以說來講去就是前言而不對後語 我解釋給大家聽為甚麼 因為大氣電波是非常珍貴的資源 我為何會知道呢 就是當我去申請一個電台 叫做民間電台的時候 他教訓我 梁先生 根據你填的東西 這裡又這樣 那裡又這樣 又沒有發射站 這個又這樣… 其實你不就是在搞一個社區電台 就是說 是很小火力的 只是cover一個區 就是說 譬如你在柴灣 柴灣聽到 現在我最多收集灣聽到 他說梁先生 如果你這樣我可能會給你牌 喂 由此開始 第一 他們強調 大氣電波是非常珍貴的資源 非法去廣播 是佔用珍貴資源 所以要拘捕 所以要拿牌 拿牌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管制 管制就是說甚麼呢 就是保證你拿牌去運行電台 去利用由政府管有 很稀有的這個大氣電波 是得到確切的運用的 你拿牌之後經營 其他人是不行的 那你說 他給牌的時候 問了大班和股東 你做不做 你做有沒有計劃 有計劃 是不是要付錢 那大家答應 就是他們是有責任的 是呀 交得很詳細 有責任 你申請去做一個電台的時候 你有責任 當你拿了牌之後 你是能夠運用 由政府管有的大氣貧譜 去服侍香港人 是不是呀 其實用服侍最好 那現在他們搞不定 我算你說沒有 黃楚飄這件事 我算你沒有 如果搞不定 你是不是要加入 喂 阿哥 你已經答應了 你答應了 梁國行想申請 我已經淘汰了 因為他不符合條件 那如果申請了不符合條件 那些人是做不到事 你說政府是否應該介入 就是說第一 你為什麼做不到 你可不可以做到 你可不可以 如果你做不到的話 我有沒有可以幫到你 有很簡單的事而已 就是等於巴士公司或小輪做不到事 那政府要介入 那政府要介入 喂 大氣電波的運用 和巴士公司和小輪運用 那個航線或馬路有什麼分別 都是公共的服務 對不對 所以 蘇錦良 做官 他真的吃屎都浪費屎 為什麼呢 屎是可以來臨白菜的 是可以有機地循環的 還是叫做食膠袋 哈哈哈哈 更慘 厲害 很簡單 一個政府是不能夠對他管的事 不要說是一個私人機構 譬如你一個法定機構 或者政府的上級對下級 就說局長 如果他對一個有份管的港管局 這樣算 你是不能夠給指定 這是正確的 為什麼呢 你不能夠指定別人怎樣做 但是directive 就是說你是給一個政策上提醒他 你的政策應該是這樣的 一定可以 如果一個局長 透過這個港管局 透過這個港部署 去管制的一個工 即是在運用政府 政府去擁有 為什麼你會不會出聲呢 出很多聲 記不記得說 那你黃維基現在差不多跳海 為什麼你不去理 真的不理那三個電視台 很簡單 就是說你是不是 這個蘇錦良 二十多萬一個月 三十多萬 三十多萬 不好意思 我沒有搞清楚 喂 他不用工作的 是不是 即是他 他現在用這個擋箭牌 是完全不合理的 如果你說 這個私人公司的糾紛 政府不宜解釋 對 譬如我和他們兩個開一間茶餐廳 當然不宜解釋 這裡牽涉公眾利益 這個原理 你現在是牽涉公眾利益的 無論是聽那個 運行那個 以至到政府去 怎樣運用那個大氣頻譜 全部都是 和公家有關的東西 而其中只有一個機構 是有公權力的 就是政府 政府如果不做這件事 就誰去做 但現在問題就是 政府就是不理你 因為立法會我夠票 第二件事就是說 你是擁有學台嗎 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有沒有方法 或者我們有沒有力 具體力量 不可以令到蘇錦良 天天都上班在這裡 天天都在這裡 哇 閃了上去這裡 就當沒事發生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政府怎會對私營機構 沒有私以顏色 2002年 大班 有一次奉勵 就是因為商臺續約 他暗示 如果你讓大班繼續在這裡 做十點前的特首 沒有運行 大班就自己蓋旗 讓他續約先 給他面子 這個大班自己說過 為何沒有呢 就算他不計算在現屆政府上 都是特需政府的一部份 因為2002年 已經是回歸了 現在這個政權的前身 政策是延續的 所以你看到的 你看到整件事 是離譜的 一個你有權 你要管一些東西 那些東西做不到 而那件事跟市民息息相關 是市民最基本權利的時候 為何不做事呢 我真的不明白 為何地鐵要每一次事故 要加個報告呢 是的 如果是商業的營運 為何不是就這樣算數呢 其實這次也挺有趣的 自從播了音樂之後 他就迫著一定要理 但他又不敢理得太多 又怕你吵 第二個就是 這個蘇錦良 尤其是黃定哥還好笑 他說我也是做生意的 喂 做生意如果蝕了錢 我當然不做了 阿哥 幸好他那間公司不是上市 如果是就糟糕了 很簡單 你做生意是甚麼呢 為錢 這個很簡單 黃楚飄 李國章 李國寶 黃紫欣 四個人 他現在好像清朝一個名將一樣 葉明森 不戰不和不走 又不打 又不和 又不走 站在那裡等人捉 葉明森結束後又如何呢 就被人拿到嘉義國踏那裏 是否在錄裏那裏給人看 喂 這隻東西 真禽二獸 對 真禽二獸 很簡單 現在 他們說 噢 我不做 這個都是廣大話 為甚麼呢 是跟回計劃去的 當然你可以說 第一期的支出比較多了 但是你可以查賬 他事實上也查賬 如果已經協議了繼續做 突然間改 就是因為黃索標說 這個中聯辦不滿意某日 是那個人開始起 是否阿彭甚麼甚麼 彭甚麼甚麼 難道是彭定康嗎 不一定是彭清華 對不對 喂 很簡單 亦不是彭丹 好了 如果你是這樣說了之後 你立即說 我的股份又不買 又不買 我把錢放進鹹水海 喂 我很簡單 麻煩你 很簡單 我希望李國寶和李國璋和王子欣 再抬多四千萬 丟到前面的海裡 你這麼喜歡 喂 做生意 如果你虧了錢 有人說買你的股份 即是吐飯映 是吧 投資不得 有甚麼理由不買呢 那我現在找了一個 最差的藉口 就是說 真是很卑鄙 就是我要查理賬 查賬 未查到之前 會計未有 甚麼都不准做 對了 未查到之前 甚麼都不做 那這一個 就是蘇錦良介入的 一個最好的點 就是說如果你查賬 怎麼可以查快一點 當然影響到廣播的時候 就應該要介入 對嗎 很簡單 那這個蘇錦良 你說是否 即是 即是 即是餵市都浪費市 好像有些問題 因為當初 你記不記得 九月正未正式啟播的時候 已經說一次要停播 結果沒有停到 大家頂著 九月頭的時候 九月十日停播 好 那時候 我們的蘇錦良 好像沒有說過任何事情 不是 蘇錦良 剛才招工了九月下旬 聽過這些帶 是 他聽過這些帶 他覺得他聽完之後 就是一個私人糾紛 他的狡辯就是 他說兩頂帶有時差 第一次吵架 第二次 那個 那個 未必一定有必然關係 我算你對 是的 那你不用去查一下 要不要去了解 要不要去過問 老實 不是那天 林伯大聲在說 你夠膽 你沒有第一次 蘇錦良救了 你沒有看過我 有證據的 那時候他才夠膽說話 這個蘇錦良應該有個新花名 不是蘇錦 是萬能蘇 誰都插得 是萬能蘇 誰都插得 是嗎 你這樣的 真可憐 真的是萬能蘇 誰都插得 是嗎 很簡單 是 是 他時來封送騰王國 由一個民建聯的成員 變了副局長 再變局長 我們看到 那個官制的敗壞 他只不過是普通律師 他懂L 懂X 是不是 他就可以做了 他亦都可以亂說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立法會裏面有足夠的 橡皮圖章 和掌聲機 不是人肉 不是人肉 用英機是他 就是人肉用英機 跟著唯有過 暴力人說什麼都好 我都說過了 我那天不是誇張他們 他說陳鑑林說那個 什麼 自閹的動議 喂 我說你現在夠票 你可以投票說太陽在西方上升 都可以 是啊 那就是 通過動議 通過動議 對 立法會認為太陽在西方上升 都可以 所以 大家 我覺得 這件事真是一個 沒生生的教訓 就是說 當一個政府專橫的時候 或者制度上面 是令到專橫的政府 是會更專橫 一個腐敗的制度 選一些腐敗的人 令制度更腐敗的時候 第四權 就是說 輿論監察局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為什麼 共產黨 由頭到尾都很緊張 香港的傳媒和輿論 是不是 他收編就收 收得就收 是不是 他打擊就打擊 就是這麼簡單 打得電話就打 現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讓你們說話 沒有人說話 就是全世界 有大哥說 大家都感到幸福 尤其找兩個讓班出來 你幸福嗎 我很幸福 那就可以了 所以有很多人說 你為什麼支持大班 我說大班 我當然支持 我是朋友 朋友上面 我都支持他 但是 我為什麼會支持他 就是他這件事上面 是更加值得我支持的 就是 不是他 那個人 而是他經營著那件事 在香港現在是非常之重要 而他被人家拿走 他那個第四拳 亦都是非常之殘酷 非常之這個 粗暴 粗暴 是不是 跟他七次封咪是不同的 七次封咪 那你還可以 急凍加不打打西加 當然也很難 但是這次是 喂 以前就是 飆心勒索 現在是燒你這間屋 是怎樣的 以前是飆心勒索 最多撕票 就撕一個人 現在只能把你這間屋 全部燒掉 一把火 毀私滅職 什麼都沒有職 那怎麼辦 所以我自己都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傳媒 是不理會這件事 我這樣想 會不會和三個免費電視牌照有關 CCTVB不算了 那些A 那個CCA TV已經是CCTVB 不用理會了 沒有人說話 另外三個牌照 會不會是 因為和免費電視牌照 真的很害怕拿不到有關 太過分了 有機會 但是我覺得 香港的市民實際上 都太純服了 是吧 不出聲 我覺得 國教的問題 反國教民固然應該 因為反國教 就是反對灌輸洗腦 現在這個問題 就反過來 這個國教就是告訴你 逼你的小蚊子 去給他洗腦 接著就問大人 喂 如果我洗腦 你覺得怎樣 我現在洗腦了 你覺得怎樣 我洗腦了 你覺得怎樣 如果你不出聲就洗 其實洗小蚊子的腦 是以後的事 現在 只要有人 是說洗腦 現在已經被人洗腦 是不是 其實老實說 我們很早期 我自己很早期參與 學民思潮 那時沒有人 只有二十個人 很早期幫他做遊行 派傳單 做街站 我們當時做宣傳 派傳單來支持我們 他們都是一些上年紀的男士 四、五十歲 可能要退休 也不一定 但… 也不是 日生可能真的 男子 可能這類人 接過我傳單 但是拖著子女 那些 漏差一些 可能二、三十多歲 媽媽拖著兒子 一見到馬上避開 走也走不走 有些人說 好心你 不要搞那麼多事 當時是這樣說話 那些香港人本身 可能那些師傅都沒有改變 不知道甚麼事 不知道甚麼事 這都未理清楚 就先罵人 你們那些四年輕人 搞那麼多事 好笑 我覺得有些人說 我教壞年輕人 真的… 真的… 看不敢當 你問一下年輕人 花多少錢去買那些… 買… CD那些 對,遊戲機 花多少錢 甚麼都買 喂 他會聽。聽聽廷峰說 就聽我說 就是很簡單的 可能就是 烹飪 廷峰也讀結他了 我學廷峰 何時教你 所以我的問題是 政府與家長小朋友 家長也不知道自己的子女是怎樣 好像以前說 這個… 驗毒 很好笑 我告訴我 那些先生或者那些駐校社工 連那個年輕人雙眼無神 或者行為怪異 或者有一些吸毒的狀況都看不到的嗎 要抓他去剪頭髮念的嗎 很簡單 如果抓他去剪頭髮念 即是說我們的先生和我們的駐校社工 要不就不關心 要不就沒有時間 要關心學生 是不是 也有可能 因為為了校語 那你這個特需政府 就想了一招 就為了我抓一些學生去驗頭髮 這個就是本末倒置了 因為學校本身應該是一個年輕人 去到一個地方 是無拘無束 每天都很快樂地回到那個場所 看到那些同學 看到那些先生 每天都會學新的東西 喂 怎麼搞成就是 就算你吸毒吸了一年都沒有人發覺 他又不是走井發紙 走井發紙就說很難找到他 對嗎 對嗎 很簡單 我們政府不停地做這些事情 對 我覺得有幾件事 有一個我覺得 我也要譴責一些 所謂自認知識分子 或者是中產階級 好 你吃的、穿的、享受的東西 難道不少跟香港人有關 你讀大學是政府資助的 政府資助就是普通人有錢地的 即是我資助 我要給錢 這個政府不義 或者社會是離土的時候 你不出聲 你對不起這個社會 第二 就是當政府發明一件事 是令到他們得益的時候 他一定是第一時間贊成的 是嗎 我現在看了社工 贊成的資產審查當然 審查他才有工作 是嗎 主要是多些 是嗎 多些東西 是嗎 或者是 所謂整筆過拔款 又同意 我們是討論的 羅茨江 為甚麼呢 因為整筆過拔款 才可以做個小金庫給自己 是嗎 所以你說一個社會 讀書式字名理的人 不出聲 是比一個圖狗輩 無知無覺更加可恥 是嗎 是 是 現在那些可恥的方案 其實今天只是三間 我們今天浪費很多時間 無論是今天全節目 我們浪費很多時間 說蘇錦良 又說長者生活津協 對… 對… 我最初叫曾玉成 說你不要競選特首 因為你未夠無恥 現在不是 現在做議員也非常無恥 我們輸了 是嗎 很簡單 這就是沒有罪無恥 只有罪無恥 只有罪無恥 就是… 大家現在看到了 是嗎 你不知道人無恥則天下無敵 是嗎 我聽過了 上天又捐估我們 對…令我們冷靜一點 我們不怕的 我們照顧好嗎 不是 我覺得如果大家要擔車 不要緊的 是 不要弄濕活生 說起水 其實今天還有一個 就是陸公圍 我們新任的環境局副局長 是 是 大家知道現在在吵大美督的龍尾灘 在這裡說要甚麼 要甚麼保育 很多甚麼保育 這就是瘋子之罪 是 因為香港有那麼多沙灘 你做個人造沙灘 我看到他人造沙灘 我在維也納見過人造沙灘 我在巴黎見過人造沙灘 我在歐洲的大都會 經常見到人造沙灘 如果沒有海那些 是 喂 阿哥 我在柏林也見過人造沙灘 喂 但我們住在哪裏 我們住在一個島裏 我們住在一個島 搭一個半島 為何要整人造沙灘 整人造沙灘 整人造沙灘為甚麼 是嗎 好奇的 香港有人造沙灘 有人工的沙灘 現在屯門黃金海岸 其實 巴提亞整個人造沙灘 是一樣的 是嗎 是 很簡單 為甚麼 整個人造沙灘 因為有錢賺 有沒有看到大美督的龍尾灘 附近有發展計劃 大家有沒有聽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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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休閒的 在泰國巴提亞 附近已經被幾個大財團收購 將會有這個度假村 有時間 我知道 這個SPA 初頭說在長沙造 是 現在長沙那個沙灘就沒有造 就是在大美督 為甚麼在大美督 這個就是 民建聯說在地區創造就業品品 為甚麼 大財團去造的事 一定是不會請回本地居民 原因就是他財大起初 他一定是選最好的人 是嗎 他選最便宜的人 是嗎 最便宜的人 在便宜中也有最好的人 是 他有選 是 牽涉了很多東西 所以你說環保便是 浪費氣 因為他好 陸公衛的態度是怎樣 陸公衛的態度就是 因為我很奇怪 其實這東西照環保的定義 因為人造沙灘 內灣是做不到沙灘的 如果你選擇去造沙灘的話 一打風下雨 一定大量水淘流失 流走沙 每年要花幾百萬 去倒沙灘 那阿星仔呢 黃錦星 我以為完全沒有抱過頭 我一知道 我現在不知道 還以為今天的環境局局長 是陸公衛 整個記者會有沒有見過他 這陣子有沒有見過黃錦星 是的 我不說 我不記得他 但你出通緝令 應該 我那天見到一個記者說 他說 現在真的慘 要追那星 那天那個記者說 不如是丟那星 然後走他 是的 丟那星 對 他說追那星 因為訪問黃錦星非常難 但我想不到 陸公衛 其實我很欣賞他 對他那麼多 但去到今時今日 他說這些話 我先淹了你 然後將你移植到隔離 做一個保育的場所 再做一個紀念館給你 這個就是 在外國都很流行 所謂一個補償的事情 這個就是所有的 這個當官的人都會說 就是說 割育補倉 我割你一塊肉 我就是給你一塊肉 這樣 但問題就是說 你政府身為一個 所謂香港人的 公權力的表率 你贊不贊成搞這些 人造沙灘先 在香港的環境 你贊不贊成先 你不要說 不要學別人 是吧 他很多專業的字眼說到 很理所當然 你不知道不知道 就覺得他做得很好的 大陸 不是 那個泳灘完全是 民建聯和鄉市派的賺錢工程 那個泳灘只有200米而已 200米給你錢 你擺多少人 不是 那個泳灘做了之後 就是那些大財團 做那些渡假 SPA 那些低密度的 有個無敵海景 有空間就 如果有錢 就有個私人沙灘 那個泳灘就是假的 根本就是假的 政府最好就是做假的 是吧 是中國人的特色 強國人什麼都是假 有什麼不是假的 是抽水 其實很淺為實 說一說 真是拘捕 你拘捕的可能是假的 你看到這麼像樣的 有件事要說 跟進 大家坐在這裏 沒什麼機會看新聞 那其實是剛剛 剛剛呢 在我們說話 長毛說了很多話的時候 裏面呢 胡蘇貞和陳家強 在叫他記者會 就在打咪咪 有個重要事項宣佈 就說 要開徵這個 外地買家的印花稅 15% 哦 是的 就逼著要做事了 那你覺得這個 收15%的稅 只是收外地買家 我想包括外地吧 我猜而已 現在沒有效的 沒有效的 短期內 會形成一樣的就是 50% 很多外地的買家 要來香港 跟香港某些人合作 變成本地買家 是 不簡單 但是很久就說 15% 對那些大把錢 這些錢拿來洗 我不知道是不是黑錢來的 那些 趕快拿來買棟豆 15% 對你來說 那你可以找公司買賣 是 找公司買賣 又可以走路了 對 剛才那些東西過來 就是多餘 我家公司只有 一層樓 兩層樓買給你 就是公司轉用 都多餘 但是台下很多反應 都說很多餘 什麼是拿錢的 我覺得 要先看清楚 因為 看看他執行的細節 就是港人港地一樣 是 如果港人港地 是 就是 好像現在梁正那樣執行 就是等於沒有意思 因為 那個幅度太小 那個執行力太弱 這樣就沒有意思 是 其實很簡單 嗯 因為 任何一個政策 其實他都會有一個過程 就是怎樣 第一就是說 你有一個vision 就是你覺得 有一個願景 你達到什麼 或者一個demand 跟著呢 就有一個vision 就是說 因為這樣 我想做一件事 跟著呢 你就會 要找個target force 就是你要做得到 那樣的工具 就是這樣去量度 是吧 現在 特區政府 就不是這樣量度 因為 梁正說來講去 非常之虛無飄渺的東西 所以 你看到他 講這個特惠山果金的時候 因為他要狼吞書 他就講到 現在大家會覺得 就是 他在上台之後 那些老人家有救了 是不是 就是會 很快就拿到 雙倍的山果金 他是講成這樣的 大家講 那個vision都變了 就說 原來我不是 對老人家好 對老人家好一點 敬佬 而是呢 針對性援助 有需要的老人家 那就又轉了 就算他講過 有適當的 這個 這個資產審查 在這個政綱裡面 何謂適當 因為你那個vision 和mission都轉了的時候 那你自然那個審查的 額呢 就 是非常之 這個 嚴苛 是不是 大哥 那十幾萬萬個堪位都不夠 應該 還有一個問題 他騙人 他說 如果你今年七十歲 你六十五至六十九 可以做過審查 你不用申報 是一年 一年之後 你就會頭痕 一年之後 就要申報 是 結果都是申報 就是哄著你 申報他又說 很寬鬆 那我住公屋 我當然知道 公屋都是 他又不是過茶 而是抽茶 是啊 抽茶之後 一樣捉到之後 不會因為 他是抽茶 罰得輕一點 所以你想想老人家 是否頭都行賣 老人家有幾樣 是 不閉藝 不害怕 大哥 你弄了給他 拿了一年之後 他都不知道 報與不報好 好像這個 張建宗還叫人家 做資產轉移 好了 資產轉移之後 他第一閉是兒子 會不會不給他 會不會敗家 會不會敗家 如果問兒子拿回 之後就見到 騙政府 很多這些都沒有 沒有解決到 因為他剛才 星期一又說回 又要繞圈 又要說 這個資產審查 若果發覺 如果那些錢 沒得到你自己用 你要承擔這個法律 這就是抽茶 他說寬鬆的意思就是 我不會每一個個個事先 去審查清楚 不用你提供大量的證據 不用衰仔子 他已經說了 但是 如果你 是 有拿到兒子的錢 而形成 你的收入 或者資產 是多過那個 上限 而你繼續拿的時候 你已經是犯法 是不是 以前就是 喂 我不信你 你給那個臭小子 給我看 現在就是我信你 不過你不要讓我查到你 你說老人家 轉移了資產 之後 是不是要不就閉毅死 要不就嚇死 還有一個煩死 一個煩死 很複雜 那三死 你明白嗎 那你還要70歲以上 喂 70歲以上 已經開始 人計 沒有以前那麼精靈 對不對 那你還要搞這麼多 這些資產的申報 你怎麼搞呢 老人家 很重要 要拿你那二千二元的老人家 其實環境都不是太好的 還有你會發現到一件事 就是說 政府寧願浪費很多行政的資源開支 搞到老人家又煩又燥 又困擾 又緊張 是 但是你還要拿一個小小 其實他們服侍了社會這麼久 應得的一些 給他們的一些小小的一些肯定 你說 梁振英 是不是尊重人家呢 心知肚明 不是尊不尊重 是欺騙 因為他選舉 當時說到大人大意 人家旁邊說三千 我也有二千二 即是說得很明顯 好像我對老人家很好的 你選我做特審 我二千二 問題就是 我也替保皇堂難堪 這個民建聯 就說 沒計 每天都不知道怎樣 增加到資產上限是三十萬 十八萬六千就太低了 是 之後黨說不如五十萬吧 是 喂 不如呢 很簡單 說吧 三十萬五十萬 如果你不是 令到政府拿來財委會 那樣東西 是反過來的 跟你談甚麼 是 所以這兩個政黨是否穩定 是 說就算了 他現在是三筆 是 喂 那你 民建聯就專欺老人家 我說過了 我講過了 政府不聽 你看 長好多壞 他阻礙大家拿錢 很簡單 你用博弈原理都很簡單 第一 政府說 他們贊成就是 哪個月通過 就追溯到那個月頭 即是說十月通過 就追溯到十月一號 這個是他只說的 喂 喂 林鄭月娥 在七月那時候說 是不是 最近都說 如果 是通過可以的 追溯到七月都可以 七月都可以 喂 林鄭月娥 講他算不算數 第二 這個梁振英 在七月中旬來我們立法會 即是上一屆的立法會 講話的時候 他千真萬個這樣講 他說 我們是準備在十月上旬 是要求這個立法會的財委會 開特別會議通過 喂 甚麼叫十月上旬 即是一號至十號之間 最多十號 最多 不是 上中下旬 喂 阿哥 那你以十位一旬 一旬 OK 喂 那你 自己估計錯了 自己不熟書 十月十號 十月十號 我們才宣誓 未宣誓 怎麼開會 是嗎 未宣誓開不了會 十月十號 那怎麼會找到一個 毛中生有的特別財務委員 到底是他不熟書 還是張建宗三十幾晚都不熟書 他怎麼會在七月十幾晚這樣說 因為這個立法會 無論是這個報名參選期 以至到選舉那天 到什麼時候宣誓 是隔夜燒賣整定的 他應該很熟的 張建宗了這麼多年 那你怎麼會有個特首 可以有大支話說 喂 我十月上旬 我就會叫這個立法會 財委會開特別會議 開了毛 我都會離譜 因為很多新議員 根本都未屬議事規則 你看一下 升級 升級 直居 中樹加 議事規則都未認識 被人疾得媽媽都不認得 然後你叫他 甚麼都未認識 然後你叫我來開會 跟你討論 所以… 所以特首 特首開錯口 開口及著你 不認識 那你就定了一個 我就是說 喂 10月10日都開財委會通過 追溯到 10月1日 喂 你錯過了 關我甚麼事 是吧 第二 你叫財委會 去做橡皮圖 道長的財委會 假假的都要諮詢意見 嗯 那麼諮詢意見之後 都有個時間的 因為我們要問 香港不同的階層 不同年齡組別的人 來講一下這件事 安排一些所謂公聽會 一說開已經八十幾個團體來了 現在還陸續有來 那到底立法會 是開啊 又說不開呢 如果不開 是不是失責呢 那麼政府 梁振英大支話 講了政綱 就一定會實行的了 不可以改的 阿哥 其實很多事情都正在改的 每次都不同的 那你五C十四局 就說不開 開會政府會倒的 對 會倒的阿哥 是啊 所以其實 你這個政府 梁振英 簡直當這個立法會 是一個 這個 設事 哈哈 是不是有空 呼之則來 呼之則去 是不是 我開玩笑地說 這個五C十四局 真的可以幫到政府 因為可以多死幾個人 沒有那麼快全軍復沒主 大哥 這樣很簡單 你有些是計不到的 你… 陳茂波 最佳劏房 是 是吧 最快是麥齊光 麥齊光 又騙錢 喂 那你政府 也要政變 為何 當政黨政團說 喂 OK 你上映 老人家是 可以談的 嗯 談談也不行 補王黨也說要談 不只是我 說要談 是啊 那補王黨 到底是怎樣的呢 補王黨 是否好像 一個英文這樣說呢 Up your arms 隔高的屁股 隔高的屁股 大家不要心邪 只是打屁股而已 打屁股而已 是吧 打屁股而已 喂 喂 你說你要拆他的鞋 真是糟糕 是吧 是 你都不知道他穿甚麼鞋 他穿白鞋 那你就要找白鞋鞋友 是吧 聖一 他最初是這樣 鴛鴦腳呢 一隻把一隻黑 那他穿你的鞋友 怎麼拆呢 這兩年 整個天都拆錯鞋拍 拉錯鞋友 說話自己生氣不回來 是吧 如果你說俗語說的話 就叫做拍馬屁拍著馬鱸袋 哈哈哈哈 拍錯了 鞋友那裡 有時候我挺替他們 打一聲拍下去 我都挺替他們可憐的 有時候 我都挺替他們可憐的 自己都不知道搞到自己甚麼樣 是 所以各位 我希望大家繼續堅持來這裡 是 今時今日 在立法會裏面 是好像在銀行裏面 是 就是 那些獎者 或者很多人 是戴了一個圖章的Cup 而已 我幫幫你 是否想存錢 想拿錢 這麼謹慎的騙狂 不如 不如買一隻雷曼 雷曼債券 這樣吸引 現在有43個人 是戴著圖章去開會 是 是 真是可憐 在這裡 節目到了中段 我們再次呼籲大家 仍然坐在電腦旁邊 收音機旁邊 去聽我們的現場直播 或者民間電台的聲音轉播的話 大家不要等了 快點過來 我們在等你 你不要看 過來這裡 我們一起在這裡 公民擴明 一起在這裡爭取我們言論自由 同時間 坐在這裡 各位朋友 其實我們今天大會 但我們今天組成這個大聯盟之後 亦都準備了一個籌款箱 希望我們接下來的運動 都需要資金去抗爭 如果多謝大家 希望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可以過我們場外 右手邊 即是我右手邊 你們左手邊 正在那裡有籌款箱 盡量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我們這個運動 可以繼續下去 是嗎 其實你說起上來這個立法會 不堪就是怎樣 譬如現在好像我們立法會議員 想修改政府的東西 真是難過登天 是嗎 凡是 涉及到 政府開支 增加開支 或者是 政府政策 或者政府的管治 都要問問特首 要不就不准 我們做甚麼好呢 投票 今次已經是 吸塗章 要就是 要就是全要 要就是不要 所以這個政府似乎都是這樣的 還要 一口砂糖 一口糞便混合 你要不要 你不過我就不追溯到十幾號 通常就是糞便多 砂糖少 是吧 即是我們立法會議員 有很多人說為甚麼你經常要跟他對抗 你不對抗 你不去 你不去 令到他過不了 你是沒有辦法講價 你明白嗎 是 即是等於你去買牛仔褲 是吧 你跟那個 當署說一說一說 一說 十五分鐘沒有用 你說這麼貴不買 他就會說 哥哥仔…回來… 回來… 回來… 有價格… 你說價有本錢才可以的 對 如果你本身不運用你唯一的權力 或者很少的權力去做 你說甚麼 所以不是全部只是說 拉布如是 不通過如是 就是另一個 本身權力大 大到無論 多到無邊的政府 給我們 那些少得可憐的權力 是卡住他 令他 要跟我們 談判 要聽我們說話 如果你不是這樣用的時候 大家唯威唯 就出現領會 是 是吧 當日 泛民之派很多人都覺得 不要妨礙他 是吧 是 又出現這個 地鐵合併 兩鐵合併 地鐵私有化 是吧 一筆角撥款 公務員減薪 全部都是這樣的 公屋加租機制 公屋加租機制 是吧 公屋加租機制 公屋加租機制 你喝米湯 你看我多好 你不死 你快要死 我還給你一些粥水 不要緊 加租不要緊 我派一包米給你 沒有錢 不是 民間聯 問題是甚麼 就是 以前是共產黨 純粹養起來的工具 是的 即是說 一隻狗 就是等主人餵 現在養大家狗餓了 他就去找橫向周邊 去找水 你明白嗎 他和這個鄉事派的結合 除了共產黨希望在票源上面 是做一個更加好的調整之外 去吞了鄉事派之外 機身 在鄉郊賺錢 都是這樣賺的 一個是黑社會 一個是王氣 那就搞定 所以大家要明白 官商勾結 不是我們看得那麼簡單 就是好像口號一樣 實際上每一個環節都是這樣的 對不對 又是 無論你在生活上 立法會很大 其實區議會都是這樣輸送給人 大哥 因為很簡單 當你有了權力之後 你就很容易跟錢結合 以前民建聯 就是聽共產黨的命令 現在也是 共產黨一按鍵 大家跪下 躺下 但是當共產黨還沒按鍵 有話要說的時候 他真是橫向 就是伸出來 好像那些 好像那些 毒爛騰一樣 拉出去 你看這次立法會的選舉 其實他們都是想這樣 真是做這個狗屋的霸主 即是做狗 我也要做狗的霸主 所以大家要明白 你一無論 你以為 算了 長毛 我在立法會選了你 那我在區區選民建聯 也不錯 他只會做事 大哥 當他和那些 有權有勢的人打你主 你就知錯 你拿你的廠 他請你去旅行 他好言好語 他記得你何時生日 是沒有意思的 當你的立法會發展 說大裝修的時候 全部的人都是他的 他問你 一次過拿回 是啊 我們那時接觸到黃寶花園 也就是這樣 一年 要花百多萬裝修 裝修每年都要裝修 黃寶花園也不是很久 李嘉誠樓也算漂亮 那時候 要百多萬裝修 你會判斷給自己相熟的公司 黃寶花園是哪個議員 不用我講 自己回去找找 很簡單 現在新的狀況 有43個橡皮圖章 他們中間 如果共產黨是吹大雞 一定是跪下的 但講到他們吹大雞 他們自己都有爭辭 因為每人找個財主 都很支撐 所以現在你就明白 梁振英為何上台就要做事 因為老實說 再過多個月 他猜不猜討票都不知道 現在就初歸 申譜落地下 嘎嘎聲 有什麽壞事做了 是不是 因為現在商劫合的 以天屠龍合的 吭一聲 所以你們看不出 梁振英就是要在他 他還有藉著西環的淫威 還未散的時候 去鞭撻這一班的保皇黨 趕快去做了事 不是 翌日互相衝突怎麽搞 因為很多錢在街上 大家去撿的時候 會撞手撞腳 所以這個呢 我希望大家 我每天有機會 再說的時候 我會逐點 比較深入地分析 香港的這個 官商勾結 到底實際情況是這樣 是怎樣 而不是好像我們一句口號 我們反對官商勾結 我們反對小英子選舉 是和大家 翌日的利益息息相關的 那我今天 我相信呢 向左幕在這裏做第一次的 現場直播 現場直播 是非常多虧大家在這裏聽 我在這裏再多一次多謝大家 我希望 我明天來這裏見到大家 後來來這裏見到大家 是… 我放高見到大家 好 我們多謝長毛議員 不然有風雨 還有風雨 不然有風雨 你們左手邊的帳篷那裏 是 有我們今天這裏 言論之後 帶來亂問的 陳虎相 見不見到 有位紅色三個美女 在這裏 還有未來的人 麻煩你 吃完飯又可以 吃… 我聽過一句說話 是 是 英國一個財相 就被人家 被索羅斯 是 就 罵他 輸了二十萬英鎊 不是的 二十億英鎊 他多久回答的時候 是怎樣呢 他說 阿哥 你會不會入市 他說 不會 他說 Not before the breakfast Not before the lunch Not before the supper 你們反過來說 早上又來 五張又來 宵夜在這裏好不好 多謝你 今晚我們會繼續到深夜 或者節目中差不多完結 之前也多謝龍耳的慧蘭 幫我們做這個 首語翻譯 我們都在這裏呼籲 呼籲所有聽將人士 我們今天有 吳慧蘭小姐 幫我們即時翻譯 我們希望各位聽將人士 可以的話 今晚 明天下午五點 還有星期三點之後 我們今天都仍然會有 繼續我們的抗爭活動 請大家盡量過來 今晚好馬上過來 吃飯馬上過來 未吃飯 最多我們一起在這裏 捱漢堡包 好嗎 多謝大家 我們多謝大家 待會還有網台的節目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再見,多謝大家